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并不艰难 如果你想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你只需要知道这一条法则 便是你的钱越攒越多 你的抗风险能力就越来越强 你对世界的探索能力和意愿也就越来越强 相应的你看待世界的心态也会越来越积极 从容 你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也就越强 今天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亦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句话说 生活的大部分烦恼都是因为没钱 深以为然 钱有多重要 穷一次就知道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钱的重要性呢 有人是从长大成人 遇到困难也不能再向家里寻求帮助之后 有人在成家立业 承担了赡养父母 教育孩子的责任之后 也有人因为家里有人生了场大病 需要巨额医药费的时候 后台有位听友说 因为拿不出三十万 他正面临着和女友分手的困境 听友阿辉和女友在一起两年多 到了可以谈婚乱嫁的阶段 女方的父母提出一个条件 彩礼可以不要 但是结婚必须得有房子 付不了全款 至少要付个首付 三十万的首付 成为了挡在这段感情中的 一道坚硬阻碍 听起来很残酷 但成年人的爱情 总是不可避免地 夹杂着许多现实因素 不再是一句简单的 我爱你 不是一句信誓旦旦的承诺 就能坚持下去的 金钱买不到爱情 但是却可以打败一段爱情 人们常说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图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 能解世间万种慌张 成年人的底气 都是钱给的 成年人的卑微 也都是缺钱害的 为了凑齐首付 阿辉到处找人借钱 四处碰壁 前些年阿辉一直信奉一个观念 光靠攒钱是过不上想要的生活的 因为总觉得自己再努力 也买不起房 于是迷恋上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日子 就像这几年 身边的人都在大肆倡导精致生活 鼓吹 钱不是省出来的 是挣的 储蓄是穷人思维 相费才是富人思维 但真的是这样吗 存钱是永不过时的好习惯 周末逛超市 碰到一对中年夫妇 妻子在生鲜区转了一圈 最后放下了挑好的西瓜 跟丈夫说 还是去菜市场吧 蔬菜水果都便宜不少 这对夫妇刚走 旁边有个年轻女孩 跟她的朋友吐槽 为了几块钱 不折腾吗 我以后可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年轻的时候 我们爱嘲笑大人们吝啬 为了柴米油盐 为了水电花费 等自己长大 越来越懂得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为了过想要的生活 为了某个目标 都少不了要学会省钱存钱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小姨刚毕业那会儿 每个月拿着不到三千块的基础工资 小姨是做外贸的 即使拿下大单 她也只能分到微博的提成 所以她很早就有了自己要单干的念头 要创业 总要有资金吧 那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 没人能给她提供支持 她就强制自己每个月 存下一半的工资 为了省钱 她抠到什么程度呢 每天六点半起来做饭 省下早餐和中餐 每天晚上八点 等着买超市打折的菜 不买超过一百块钱一件的衣服 在网上买个生活用品 都要货币三家 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积攒 毕业不到三年 她存下了人生的第一个十万 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 和前几年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 干出了一番自己的小事业 在知乎上看到一段话 攒钱这个事儿 听起来的确很土 很枯燥 但是真的很有用 把任何平凡枯燥的事情 一遍遍规律地重复下去 得到的结果 一定就是不凡 人的本能是喜欢享受和放纵的 也是厌恶受苦和克制的 每一个能够攒下钱来的人 都是在群敌环伺之中 与自我本能 消费欲望 外界诱惑 作战 且获胜的最终赢家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 很多原始财富的积累 都是靠前期一步步积攒下来的 虽然过程辛苦 但成年人的生活 真相就是如此 该吃的苦要吃 该省的钱要省 有积蓄 你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完成想完成的目标 放弃不必要的消费 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心理学上有个词 叫延迟满足 所谓延迟满足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 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 获得更大的享受 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 放弃眼前的诱惑 延迟满足 不是单纯的学会等待 也不是一味地压着欲望 它是一种克服当前的困境 而力求获得长远利益的能力 就像存钱 你要舍弃很多浮华的欲望 克制消费的快感 把有限的钱 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 存钱不是舍不得花 做个不折不扣的手财奴 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表姐常说 挣钱最终是为了投资自己 获得更大的回报 她舍不得买上千块的护肤品 却愿意花上万的学费 报班学习跨行课程 26岁的时候 不顾家人反对 在某985大学 念了三年的MBA 工作四年攒下15万 因为读研 瞬间又变成了穷光蛋 值吗 看起来只是一份学历 但是因为这份进修的机会 她学到了很多 更专业系统的行业知识 也因此积累了不少的人脉 资源 后来遇到一家知名企业的市场部招聘 表姐成功入职 投入15万 三年后 她的年薪却翻了三倍 身边曾经反对过她的人 都开始理解她当初那份豪气 陈嘉庚先生曾说 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 不该花的钱 一分一理也要省 放弃那些不必要的花费 是为了把钱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学习未知的学问 锻炼欠缺的技能 见识陌生的世界 结识比你更厉害的人 投资未来的必须花 享受现在的选择花 单纯娱乐的少点花 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 电视剧《离婚律师》中 有一段台词是这么说的 我认真做人 努力工作 为的就是 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 不管她富甲一方 还是一无所有 我都可以张开双手 坦然拥抱她 她富有 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 她贫穷 我们也不至于落魄 钱可能无法对抗 那些突如其来的厄运 但有了积蓄 内心的安全感和底气 就会多一点点 因为有储蓄 你才能在机遇来临的时候 从容抓住 我要好高骛远 别看不起眼前的每一点存款 你要相信 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 如果报复很难 那就一点点的积累吧 今年的工资比去年高一点 明年的存款比今年多一点 值得骄傲的人生 不是你买得起多贵的奢侈品 而是当风浪来临的时候 你总能从容应对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